组建远征部队信息团,并抓紧进行演练 美海军陆战队,绘制新的信息战略图 美海军陆战队在进行两期登陆演练 美国海军陆战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信息战略图 主要是尽快让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信息团形成战斗力 为战地指挥官提供包括网络、情报、电子战等在内的各类信息 美国海军陆战队,于2017年7月,组建远征部队信息团 随后开始参加恶乐演练,预计今年形成完全作战能力 瞄准未来两期作战,在经历阿富汗、伊阿克等多场战争之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建设向后反恐时代转型 2016年9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发布顶层作战构想文件 21世纪远征部队作战,该文件指出 未来作战环境中,信息将成为一种武器 探测敌人的信号及管理自己的信号至关重要 部队当前的结构、计炼和装备不足以刻笛之声 为此,该文件提出优化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的结构 利用多种武器组合,包括在海、陆、空、天、电、网当领域 利用信息战实现互补、遂行机动作战任务 美国海军陆战队副令罗伯特内勒上将强调 未来任何战斗都将包括信息作战和电磁平谱作战 将传统的联合武装机动作战和信息战相结合非常重要 将发现敌人的弱点、差距、消灭他们的兵力 并尝试打散他们的凝聚力,在近年的几场反恐战争中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美军的一线地面部队 身后是强大的智人保障体系 常处于明显的我强敌弱的作战条件下 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回归两期作战这一核心任务 罗伯特内勒指出 未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可能被迫在没有空中优势和全球通信 信息网络的情况下应对战争冲突 因此,美军需要重振机动作战概念 并将其作为击败敌人的方式 同时,信息和网络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上述构想的推动下 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出对包括电子战C4IFR 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查 及网络电磁空间在内的战场信息资源进行整合、集成和利用 以达成向信息战转型的目标 从统筹规划、编制改革、线练练习等多领域入手 增强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包括情报搜集、信息处理单内的信息战能力 组建专职信息部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017年上半年进行改组 增设专门负责信息事务的副司令 主要负责监督信息战的各个方面 包括网络、电子战、信号情报和信息行动 2017年7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三个远征部队先后组建信息团 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是包括指挥部、地面部队、空中部队 及后勤部队的大型科遣部队 第一远征部队驻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尔顿兵营 其率先组建信息团 束缚及尼亚州诺福克兵营的第二远征部队和驻冲绳的第三远征部队 随后组建信息团 信息团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各远征部队负责支援保障任务的远总部队改制而成 驻地保持不变 除继续担负原有的指挥安全、基础设施、后勤、培训和行政支持等任务外 其任务范围扩大 为远征部队提供一系列基于信息的能力 实现对威胁环境、电子平谱环境、网络空间环境的快速感知 提高海军陆战队信息作战能力 第一远征部队原总部团指挥官罗伯塔谢一上校表示 转制后的任务调整为向远征部队指挥官 提供网络安全性、电子平谱、网络空间作战与安全漏洞等相关信息 第二远征部队信息团指挥官大卫欧文上校称 额外的任务将更好的协同支持空地特遣部队在信息领域的工作 美国海军陆战队原征部队的一个总部团 原有1200人的编制 转制后的信息团将增加150个人额 其招募拥有网络及电子战经验的海军陆战队成员 在编制上新增一个营 达到6个人的规模 分别是编络营、情报营、无线电营、通信营、执法营和后勤支援营 根据时间安排 美国海军陆战队原征部队信息团 在2018年完成新增专业人员的招募及前部组建工作 预计今年将具备完全作战能力 改变氧气战场态势 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时会得到国家、军队层面在情报、信息作战等方面的支援 也会得到陆战队舰制内情报体系的支持 但这些都属于后方支援 远征部队信息团则直接伴随海军陆战队行动 将情报及信息作战权升至战场一线 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次任部司令罗伯特·沃尔时中将认为 互联网、无线通信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 改变了敌人使用信息的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的方式 比如 海军陆战队信息团在战场上对目标手机进行入侵 随后由情报人员对提取到的图像进行分析 再由电子战人员尝试利用手持电台阻止敌方可能的行动 这就是远征部队信息团的任务之一 或将改变未来让西战场态势 为加快远征部队信息团战斗力生成及规划未来信息作战 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制定新的信息战蓝图 预计在今年春节完成 蓝图是概念性的框架文件 将并息更新 主要阐述海军陆战队信息战的政策 标准、应软件设施建设、技术、能力等 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对此表示 当前及未来信息环境比前几代更为复杂 单靠火力不足以实现作战目的 必须与信息相关的作战能力相结合才能取胜 蓝图将队远征部队信息团的组成及能力进行细化 特别是情报、信息战、电子战能力等 陆战队远征部队信息团还开展演练活动 以测试和培养技能 并通过演习与其他部队进行协调和整合 2017年8月 第二人征部队信息团刚组建 就参加了多国大规模演习时期 首度演练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信息环境下的作战提供支持 2018年2月至3月 这支信息部队举行演战演习 在演练中为作战部队进行情报、信息、指控方面的支持 并通过演练提高与下属部队的整合能力 肃朝平、新华社开罗12月29日便 记者吴丹尼、埃及内政部29日发表声明说 埃及安全部队当天清晨 对吉萨省和北西奈省内的三处恐怖分子据点发起突袭 共打死40名恐怖分子 声明说 安全部队在吉萨省打死30名恐怖分子 在北西奈省打死10名恐怖分子 声明强调 此次行动针对的是计划在新年和圣诞节期间 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恐怖分子 安全部队在三处据点内 发现大量弹药、枪支和简易爆炸装置 埃及内政部表示 埃及安全部队及国家安全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 试图破坏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活动 28日晚 一辆在有外国游客的旅游巴士 在埃及首都开罗郊区的吉萨金字塔附近 遭遇自制炸弹袭击 共造成三名越南游客及一名埃及岛流死亡 并有11人受伤 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环球时报驻土耳其特约记者莫文出土耳其 就叙利亚局势展开多方过旋 据法新社25日报道 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叙利亚撤军一事通电话后 土耳其再度主动出击 就叙利亚问题展开军事和外交攻势 美国华盛顿邮报24日称 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卡林当天表示 特朗普已接受埃尔多安的邀请 将于2019年访问土耳其 目前双方正在商定访问日期 此外 土美双方还商定 美讯代表团将于本周访问土耳其 讨论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后在当地的协调问题 卡林称 土耳其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问题上 却不会放慢手脚 而土美两国的协调行动 也不会仅局限于军事层面 双方外交部门及其他主要部门官员 将于年年1月8日举行会晤 据土耳其亲政府媒体 金属光24日报道 埃尔多安放天在一场演讲中宣称 土耳其认为 保护叙利亚的阿拉伯人 和库尔德人是土耳其的责任 土耳其不会允许 库尔德民兵武装的残酷统治存在 报道称 土耳其已从22日夜间 开始向叙利亚境内派遣武装部队 同一天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 也派遣了武装成员进入叙利亚 目前 两者总人数已达8些人 还有消息称 目前已有预100辆机车 搭载着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 前往那笔记北部待命 那笔记位于六发拉比和西岸 目前仍处于叙利亚库尔德民兵武装 和美国精队的控制之下 今年6月 土耳其签署关于 马比记安全稳定问题的合作路线图计划 要求库尔德民兵武装 从马比记撤出 土耳掌下午12奥卢25日确认 土耳正在协调 在美国完全撤出叙利亚嫌 落实马比记路线图计划 土耳其主流媒体晨报认为 土耳其机动员其武装部队 主要是为了确保及时应对叙利亚局势变化 并允许去政府军 前往右巴拉底和以东地区 这将给土耳其带来风险 不管是分兵图计边境 还是派兵进入叙利亚 都是为了提前采取措施 以及时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被土耳其不利的情况 除军事行动外 土耳其也在加紧展开外交攻势 下午12奥卢25日警告法国 不要支持库尔德民兵武装 称法国决定留在叙利亚 没有任何好处 法国总统马克龙 此前曾在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进后表示 法国会继续留在叙利亚 俄罗斯卫星网25日称 埃尔多安当天表示 他下周可能访问莫斯科 就美国撤军一事与俄进行磋商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5日说 他怀疑 美国可能不会履行从叙利亚撤军的承诺 XVU.PLOS 7500D21 新华社杭州12月17日变 记者许帅达 在浙江明波银州区横西镇进俄村株加峰 有一座名为雪纯的烈士纪念亭 亭四周有青庄灰墙维护 松柏环绕 庄严肃目 亭两边铸上刻着 为真理四处奔波鲜长马链 是抗日晚南突围间虚祖国杨航字 描述的是我党文化战士朱敬我 朱敬我 杨明朱德安 毕临雪纯 1901年生于浙江省银县 金银波市银州区 在他十岁那年 父母相继续是 被寄养在外祖母家 1920年7月 朱敬我已留意成绩 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 并于1924年考取了 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 1927年毕业 1927年10月 为支持革命文学事业 朱敬我回到上海 加入文化革命团体创造社 逐编文化批判月刊 他宣传马克思独义文艺理论 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 并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此书成为我国最大出版的 恩格斯宁著的权益中文单行本 1928年5月 朱敬我经党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 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文委成立 朱敬我为文委成员 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年3月起 先后任文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同年5月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 朱敬我任第一任党团书记 随后 中国左翼文化总统盟成立 朱敬我兼任党团书记 领导革命文化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 同时 朱敬我还以一名文化战士的姿态 积极在所联开幕上 发表了中国目前思想界地解剖意识形态论起来 纪念五一劳动节 排排在十字街头的 究竟是谁 等系列文章 宣传马克思主义